很多人说茶叶的仓储就是存放 只要不发霉怎么放都没关系 从整体来说 我们对仓储的认知就是一定要保持干燥 所以过度强调干仓就有了误导作用 因为普洱茶的仓储过程 在后期是需要发酵和转化的 过度的干或湿都会影响微生物的存在 这样对茶叶后期的转化只会起到反作用 最开始的仓储方式是自然乘化 后来人们研究发现在茶叶的仓储过程中 对它进行适当的干预 会给它后期的乘化带来新的突破点 因为每一款茶叶在转化的过程中 需要的湿度温度和空气都是不一样的 温度起着关键的作用 太高的温度会让茶叶产生异味 而太低的温度又会让茶叶的转化变慢 或者是停止 再一个就是湿度 太湿会让茶叶发霉腐烂 而太过于干燥呢 又会让茶叶的转化速度变慢 然后就是空气了 在储存这个土耳茶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空气的要求就是干净无异味 因为茶叶吸附空气中的杂味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一旦吸附上之后是非常的难去除 所以大家平时自己储存茶叶的时候可以选择密封储存 但是尽量不要真空 因为茶叶的转化它是需要氧气的 其实仓储对于破茶的后期转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而如果我们能把这一板块完善的话 对于整个破茶行业来说 它都是一个跳跃性的进步 所以我们能把这一板块完善的话